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直播连麦一位同学 在介绍这位同学之前 我希望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很多同学发邮件找我答疑 你们发的邮件并不是就直接结束了 你们还是要看我的邮件 然后回复我的邮件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们提的问题并不是非常clear 或者说你们write的documents不是非常清晰 我需要做些修改或者问你们一些额外的问题 才能理解你们到底想问我啥 所以希望大家能在一天之内每次及时恢复的邮件 这样才能让连麦这件事尽快发生 接下来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他姓吕明布自奉仙 来自东汉末年 他在河西少林寺学习武术 大概已经学了七八年了 擅长十一柄就是方天化戟 这个方天化戟大概长快四十米 然后正所周知吕布在这个宇宙下 他可能有一百多个义父对吧 但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三个义父 就是这个同学的第一个义父叫吕洞宾 这个吕洞宾还有一个学生 就是博士学生叫铁拐李 吕洞宾醉酒醍醐力天君 铁拐李旋种吸踢醉还真 这个吕布同学在跟这个吕洞宾做科研的过程中 主要都是跟这个铁拐李在做 大多数时候实际上是见不到这个吕洞宾的 这个他就是他的第一位义父 他的第二位义父是丁源 这个老师据他所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师 但是他是最近才开始这个拜这个丁源为义父的 他还有一个义父呢是董卓 这个董卓呢也是一个好的老师 然后他跟这个董卓的科研呢 据他所说呢已经结束了 就是我目前呢 就本视频里呢 我只会提到这个学生的三位义父 他虽然有100位义父 但我只会提到三位 然后吕洞宾和董卓这两位义父呢 可能已经就是前一阵 或者很久以前刚刚结束 然后这个丁源这位义父呢 是刚刚开始 然后这个熊学呢 今天一共有四个问题 大概 然后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以后继续深造对吧 继续修炼武术 他应该让哪位义父 或者哪几位义父给他写推现信 就是我看了他一下 就是说他的义父的背景 还有他的就是说 跟义父每位义父的一个情况 在我看来 这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 就是我也很难说 哪个好哪个不好 感觉都挺好的 在生活中呢 前面两个人 后面两个人 对吧 那你就进入了一个 进退两难的一个决定 或者一个环境 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就是如果大家学过一些课的话 大家会听说过一个算法 叫随机算法 就是说你去 你的算法并不是一个 deterministic algorithm 你算法是有一定randomness 就是说每次你要 就是继续 flipping a coin make a decision 那我觉得这个学生 他可以去升 1000个学校 对吧 然后每10个学校呢 用一种组合 这样的话呢 他就最多可以支持 100种组合 比如说 有些学校 他可以用 吕洞宾 和这个 丁源的推荐信 有些学校可以用 吕洞宾和董卓的 也有些学校 可以三个人都用 对吧 就是可以进行所有的排列组合 把他们都试一遍 这样呢 在很多时候 就是生活中呢 就可以均摊风险 这位同学 我第一个问题 应该已经解答清楚了吧 嗯 确定 感谢这个 这个同学 对我解答的支持啊 对我这个 语言能力的认可 我们接下来 解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同学说 他有一定的概率呢 能升到香港的 学校读博士 他还有一定的概率呢 能升到美国 学校读博士 他又想知道 那去香港和美国呢 这两个就是从 生活上到底有 多少差别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问题 就是因为人在 异国他乡呢 就是跟在一个家乡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先说香港 香港是一个 非常小的地方 寸土寸金 然后他不怎么 方便开车 大家可能坐公交 或者地铁出行 然后呢 香港呢 因为就是 也是在亚洲嘛 周围都是华人面孔 或者亚裔面孔 可能并不是那么孤独 回家看一些 亲朋好友 或者长辈呢 可能也是比较方便的 即使你孤独的时候呢 因为语言是相通的 你可以找到很多人 倾诉 然后就算对吧 你读 我是做科研 不开心 你还可以去香港 演艺圈对吧 你可以去找刘德华 一起演电影 你也可以去找 招学友一起唱歌 对吧 你认识的人 可能还是来自于 这个社会 方方面面的 还是非常开心的 可能 好 说完香港 我们接下来 说一下美国 对吧 在美国呢 除了纽约呢 这样的城市 都是需要开车的 而且在美国呢 就是一国他乡 你非常孤独 这边大家都说英语 对吧 所以你每天 并没有什么朋友 大家说都是自己一个人 对吧 就算你认识一些外国朋友 就算你心里不开心 你也很难把你的 不开心的事情 用英语 给它解释清楚 对吧 因为英语不是你的母语 但是用中文 你就很容易说清楚 所以就是说呢 当科研也没有进展的时候呢 你的心态就很容易爆炸 然后当一些特殊时期 比如说疫情 对吧 你想回国去看看家人 然后可能也不是很容易 总之呢 就是说 不管是香港还是美国呢 它都没有好坏之分 优劣之别吧 我觉得就看你自己 更适合那种环境 如果你是一个 特别喜欢热闹的人 希望周围有很多朋友 对吧 那我觉得可能香港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你比较 就是想 就是想出去看看 想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对吧 想去看大洋彼岸 什么样的 或者说 想去探索 然后你的内心呢 也足够强大 能忍受着孤独和寂寞 对吧 然后能忍受得住 就是说 在异国他乡 语言不通的那种无助感 对吧 对 那我觉得你去美国 也是不错的 好 这位同学 第二个问题 我大概解释清楚了吗 是的 OK 好 我们接下来来 就是回答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描述呢 可能会比较长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东汉末年 对吧 就是 这个吕布的同学呢 他是一个武将 他的三个义父呢 就当时那个大陆上有九州 对吧 吕宗斌 然后丁元和董卓 他们每个人各占据一州 这个时候呢 当时还有一个风云人物 叫刘晃书刘备 他跟他的关羽和张飞呢 就占据了徐州 徐州呢 在大家看来呢 是一个战略要地 可能夺徐州者 得天下 对吧 然后这时候呢 三位义父就有一天 同时就是想到了这个想法 就去找他们的义子吕布说 哎 我而奉仙 我们不如带兵一起攻打徐州 把刘备赶走 我们来占据徐州 这个时候呢 这位吕布同学就犯难了 因为他三位义父都想要徐州 对吧 他们是可以去一起攻打 一起占据徐州 但问题是 他们把这个徐州占了之后 这个徐州算谁的 对吧 是谁出兵多 还是谁出钱多 还是谁出力多 对吧 还说这个徐州就算吕布的 这三个义父也不需要 完全是帮儿子打天下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这个学生问了我这个问题 让我觉得我也很难解答 如果评论区呢 有朋友或者有同学 可以知道就是如何帮这个 东汉末年吕布同学呢 解决这个三位义父 共同想要徐州的这个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是我才输血浅 我实在是无法做答 好 我们最后来说这个第四个问题 这个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吕布同学吧 这些年一直学习 就是如何使用方天化级 他都能已经挥舞一个 40米长的方天化级了 但是他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些 别的专业的技能 然后他最近看到就是说 有一个美国的就是钢铁基地 对吧 招一些就是炼钢铁的人 还有一个玉米地 招一些种玉米的人 这个吕布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附加去申请 这两个项目其中之一 这样能提升我的这个 更多技能对吧 毕竟技多不压身对吧 然后这个吕布同学就问我 就是说去参加哪个项目 或者参加不成功的项目 能让他将来升到更好的 就是这个博士 这个问题我也去研究了一下 这几个项目 但我也没看懂 我给这位同学建议呢 就是说你不是有三位义父吗 对吧 两位义父可能已经跟你最近 不怎么做科研了 但你还是有一位义父丁元 对吧 其实你是可以去问这位丁元 义父就是说 我吕布对吧 想以后去一个学校读博士 对吧 您觉得我现在应该去参加这两个项目呢 还是应该接着好好跟您做科研 对吧 我觉得这个吕布同学可以去咨询一下丁元义父的意见 可能他会告诉你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答案 就是在我这 我也主要我也是个外行 不是很了解这两个项目的区别 毕竟是炼钢和种玉米嘛 对吧 这跟我做的科研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了 你以后就是这个种玉米学成归来 或者炼钢学成归来 如果你需要把你的货卖出去 我也可以就是说直播带货 到时候帮帮你 对吧 咱们可以双赢一下 好这位同学这个第四个问题 我应该也解答清楚了 对吧 对的 我可以去问问义父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到时候记得跟你的义父好好沟通 呃 这位同学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对这位同学 非常感谢你今天那个直播连外来问我一些问题呢 就是以后你如果在人生 比如说半年之后或者一年之后或者很多年以后 你依然会迷茫 对吧 依然会需要一些信息或者一些建议做一些决定 就是欢迎你就是随时来咨询我 就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直播带货 我还依然在给大家做直播答疑 对 你依然可以来咨询我 那如果我开始做直播带货呢 那可能 你们可能也可以来咨询我 好 今天的视频连线呢 就到这里 就是希望找我视频连线的同学呢 就是务必就是说发邮件的时候呢 请及时回复 也及时就是说看我的邮件 然后我们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修改 才能真正就是在答疑的过程中呢 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 希望能对大家的人生呢 提供一些些许的帮助 好 今天就到这里